心情之间吵完架 男人总是和你生气 和你冷战的时候 女人该怎么办呢 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在吵架的时候 不会觉得老实是自己的对 而是你的错 但是呢 女人在冷静下来 或许会觉得 其实呢 她真的是对的 我是错的 然后又放不下这段感情 可是要怎么样去 修复这段感情呢 第一个 主动找男人帮忙 当女人冷静下来 发现确实是自己的问题 可是拉不下面子来 男人也不肯主动认错 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去找一件 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来找男人帮忙 那这个时候 男人当然不能够拒绝 如果他拒绝了 那他就算是对的 也错了 而女人更不会丢了面子 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啊 两个人自然而然的就和好了 第二个 把男人的怒气消灭在萌芽中 当男人气得咬牙切齿 两眼直瞪的时候 女人一定要有一种危机意识 因为男人可能就要爆发了 所以你得静力一点 要跳到她的跟前 跟她贴得更近一点 让她感受得到你的呼吸 其实男人 他一般对靠得更近的女人 只会产生一种保护欲望 很少会对这种女人大发能停的 第三个 眼不见心不烦 如果男人迟迟不找你和好 而你见到他又来气 还不如两个人分开一段时间 这时候千万不要说去找公婆 向他诉苦 更不要去回娘家 如果男人这个时候 他不理你 甚至恨上你啊 觉得你伤了他的面子 那你就得不尝试了 所以女人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想一想自己平常 有些什么地方 特别想去 有什么事情 特别想做 但是一直没时间 一直顾不及 这个时候就是你最好的机会了 当你们分开一段时间 归来的时候啊 男人就只记得你的好 早已经忘了你的不好了 夫妻之间吵架以后 男人生气了 和你冷战 女人用上这三个方法 足以缓和修复你们的感情 因为夫妻之间 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小罗 下次再见 好